你会紧张吗 当然会 大树第一次下海 你确定他没有找错人 对啊 我最近常常吐诚 自己都很觉得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怕干妈对我们期望太高 我也担心 但只能尽全力了 这是一支团购影片 这是一支小V锅团购影片 它真的不便宜 确实 如果你正好想要买一个万用锅 小V锅真的还不赖哦 大树们的第一次团购 就献给小VIH电子锅 为什么它是一生要拥有一次的锅子 1.特殊设计法郎铸铁锅 煮出最好吃的笔饭 2.气密度高 一锅到底的无水料理 3.专属IH电子加热器 操作容易小白立马变大厨 4.精准控温 输肥到炙烧全部搞定 5.一锅多用 上直火进烤箱 锅盖还能当烤盘 6.全新平底锅能炒出货气 更是完美搭档 特殊设计法郎铸铁锅 小V锅的初衷就是煮出 金银Q弹的米饭 先来一道姜黄饭 凉两杯米 洗干净后沥干 用提供的水凉杯 加鸡高汤 水各一杯 代表黄金比例1.05 洋葱用德国百灵 MQ7038搅拌棒打碎 倒入点油 加入洋葱 就可以直接在锅内 把洋葱炒至半透明 1茶匙姜黄粉 加入后炒香 再加入洗好后的米 小V锅底的水泼纹理设计 促进蒸汽对流 让米饭粒粒分明 米粒搅拌至均匀 染上金黄色的姜黄后 再倒入水和高汤 盖上锅盖 有别于一般铸铁锅 锅盖上都有螺丝 小V的锅盖一体成型 避免任何材质的异味 附着于米饭中 双环锅盖设计 还有水柱滴 让蒸汽水均匀回流于锅深 促进对流及导热效能 锅巴、糙米、稀饭 一直搞定 来 有图有真相 姜黄饭粒粒分明 楼上邻居妈妈说 看起来有点干 但吃起来尽Q弹湿润 好神奇哦 气密度高 一锅到底的无水料理 就来到Pot Roast 美式焖炖牛肉 先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 不用急着操 下面说明处都有 培根切丁 红萝卜切块 大蒜切处理 洋葱切块 马铃薯切块 下一葱切西末 等一下 这些东东要干嘛 又是工商时间 德国百灵搅拌棒的研磨器 MQ7038组合才有 各式干料逐一加进去 轻松打一打 香料现打现用 更能保存香气 打细了香气更容易释放入酱汁中 大叔厨师习性难改 简单料理也要假掰一下 放入乳料袋 就是独一味的 うまみ香料包 红酒 ウォース特酱 番茄糊 差点忘了高汤块 牛肩胛眼肉卷 Chuck Eye Roll 特色是满布结底组织和筋膜 我们先均匀撒盐在肉的表面 Prime等级的油花丰富 但价格便宜 十分适合焖吞 用low and slow的方式 把结底组织都软化成胶质 小V锅设定中火加热 厂商说中火可达230度 大叔实测过 真的没错 说230左右 热锅后放点油 牛肉直接下锅 要方便快速就是要一锅到底 先煎后焖吞 小V能搞定 每面煎大约3-4分钟 翻面后你看 核化反应明显 而且色泽均匀 在这非常时期 越来越多人 Work from home WFH 对身为优土博的大叔 这早已经是日常 我有了小V锅 就能边剪片 边准备晚餐 这时锅子有沾黏 没关系 也不用洗 加点培根继续炒 西式的炖肉 看起来比较麻烦 就是要把蔬菜炒到核化 炒蔬菜会释放水分 边炒边刮锅子 就能洗干净 再加液体如红酒 来Deglaze 就是边炒边刮 你看锅底已经洗得很干净了 加些番茄糊有甘米的鲜味 不同食材添加不同的风味 番茄糊炒干之后 锅底会再变黑 不用害怕 再加入剩余的红酒 继续刮干净 粘在锅底的东东不是烧焦物 是美味的精华 这是法郎铸铁锅的特色 少了炒制合化 粘锅 洗锅 不断轮回重复的动作 法式酱汁就会大为逊色 今天加浓缩过的冷冻高汤块 红酒也缩了三分之二 全部一体 只有原本食谱的三分之一 来考验一下 小V锅的气密度是不是这么高 能达到无水料理效果 把煎好的牛肉 炒好的蔬菜 全部放进去 上面放新鲜百里香 米蝶香 盖上锅盖 用热火 设定时间80分钟 一个小时后 打开锅盖加入马铃薯 盖上锅盖继续煮 时间大了后打开看看 牛肉已经软嫩到 用叉子就可以轻易切开 这叫做Fork tender 牛肉放凉之后 比较好切 我另外把酱汁缩得更浓稠 重新组合在小V锅内 再加热个5-10分钟 就可以上桌了 无水料理一锅到底 大叔觉得小V锅过关了 我无法确定 是不是有0.01公里的精准度 但它的气密性的确很高 防铺锅的设计 承戴高火力 让食物更快煮熟 煮出来 炮肉十分多汁 时间也从烤箱版的2-3小时 缩短到80分钟 压力锅要生压 降压 所以其实也没快多少 最重要是好吃 液体放的少 味道更集中 一锅到底无水料理 是小V的专长 操作容易 小白立马变大厨 专属IH键子加热器 特有的包覆加热技术 打造传统炉灶式包覆锅身的立体火源加热性能 像这道竹前煮 看设计上有什么新鲜蔬菜 食材全部丢进去 加鸡肉 酱油 米苓 用热火焖煮30分钟 不用顾火就能搞定 别以为大叔每餐都这么搞刚 我要剪片拍片减肥 很忙欸 一锅搞定 一直操作10分钟料理 才是小V锅最常出勤的任务 烘蛋更是清冰箱的最好利器 冰箱的剩食材全部丢进去 就是一道美味早午餐 有了小V锅 小白立马变大厨 精准控温 输肥到至少全部搞定 小V锅有其他电子炉没有的优点 就是精准的温度控制 从摄氏30到95度 温度是不是有像他说的那么准 大叔自封最有实验精神的YouTuber 当然有测验过 用他来做输肥鸡胸肉 一点也不输小白就输肥棒 那大叔最爱的牛排呢 这是去年做的冷冻牛排实验 OK啦 不但如此 Reverseer逆式炙烧 直接煎都很可以 可以再看一下去年的影片哦 煮risotto 益式炖饭 精准控温十分重要 炒洋葱不能上色要让它出汗 加热高汤后要尽快煮滚 滚了后又要能快速降温 熄火后加入奶油 帕马森起司 余热能融化奶油起司 却不会有水分离 米粒分明又creamy的意式炖饭 小V锅搞定 最后要用台湾自产的米菊 来初次挑战 今年风行日本 号称万能调味料的盐菊 200公克的米菊 60公克的盐 用手搅拌均匀 记得手要洗干净哦 加入400cc的水 一般制造盐菊在室温下 需要达一个礼拜时间 小V锅号称只要6小时 因为米菊的酵母 在55到60度之间最活药 改上锅盖 设定60度 360分钟 每隔60分钟 稍微搅拌一下 6小时后就完成了 用干净玻璃瓶装好 冰箱冷藏可放3到6个月 一锅多用 可以上直火进烤箱 锅盖还能当好盘 离开了IH电子加热器 小V仍然是法郎铸铁锅 用来油炸 保热能力强 可减少油量 一锅多用 可以直接上炉火 大树觉得它的大小 一般家庭用来炸薯条 或者像上次大树做的 韩式炸鸡都刚刚好 一般家庭在做炸物 最烦恼就是 炸过的油怎么办 用小V锅来炸物 只要放大约2公升的油 这样你可以用1、2次就丢掉 保持健康 同时也不会太浪费 小V锅一体成型的锅盖 可以拿来当烤盘 两茶匙盐菊 一条黄鱼 表皮、内腹 均匀的抹上盐菊 鱼皮表面划三道刀 再把盐菊均匀抹入鱼肉 腌制20到30分钟 家用小烤箱 放入小V锅锅盖 预热15分钟 记得要干锅加热 鱼的表面刷一些橄榄油 厚实的法郎猪铁锅盖 蓄热能力强 小V锅盖加热15分钟后 温度可达摄氏300度 瞬间把家用小烤箱 变成高温恒温的铁板烧 只要10分钟一条黄鱼就烤熟 家用小烤箱 即使预热了 一打开 马上就温度降低 而且因为容量小 受热不平均 用小V锅盖当烤盘 鱼皮没有黏锅 烤出来上色也特别漂亮 跟锅盖接触的那一面 已经完全合化 煤纳反应完整 呈深核色 烤好的鱼 充满盐菊特殊的发酵香味 吃起来甘甜不会过咸 全新平底锅是完美搭档 小V平底锅特别研发的清水性法郎 能让水分蒸发的越快 炒菜能达到祸气 炒虾最怕锅不够热 导致虾都煮熟了 表面还是不能合化 没有没纳反应 小V法郎铸铁平底锅 能炒出祸气 水分蒸发快 虾子的外表微微合化 内部熟度刚好 看了以上的介绍 大树们有没有成功的 让你心中小恶猛 想要生火小V锅呢 不管有没有 在这非常时期 大家还是乖乖的待在家里 自己煮饭 给自己跟心爱的人吃 是一个疗愈 树压的很好方式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